欢迎大家又来听我讲中西人民精神 现在继续和大家讨论西方哲学里 如何去处理和平和文化悠久的问题 曾经和大家讲过关于康德 在西方哲学里 康德能够讲到这个精神 讲到他的哲学的方向能够处理到 解决到和平和文化悠久的问题 为什么康德哲学的精神 或者康德哲学的方向能够解决到这个问题 因为康德能够讲到一个 终舍涵盖人民世界的精神 一个超越的精神 这个涵盖的精神能够发挥出一个协调社会人民 社会文化的作用 能够彩补到人民世界的分裂 所以康德哲学在这里来说 是比其他的西方哲学家 都能够处理到这个所谓人民世界里面 分途发展的一个 導致的一个分裂的问题 不过上次跟大家提到 关于康德的讲法 亦都曾经受到质疑 而这个质疑主要是来自这个 都是德国的哲学家 这个理想著的哲学家 就是克格尔 这个 克格尔的讲法 就是这个 其实克格尔的讲法 也是想说 如何能够在西方社会的文化 互相冲突里面 如何来加以挽救 不过他的讲法 跟康德有些不同 所以对于康德 关于这个 人类的和平的看法 这个呢 克格尔对他有些质疑 因为克格尔讲的主体自我 这个 就 虽然是这个 有点像康德的 但是他跟康德不同的就是 他就是 并不是说 好像康德那样 用这个敬意 来将这个主体自我 连接起来 康德呢 是在这个 人格里面 用这个敬意 将不同的 个人的人格主体 互相连结起来 这样 这样 然后呢 康德再将这个 这样的人格 互相连结 推到最后呢 推出一个 客观精神的实体 这样 这个就是所谓国家 这样 这个 原则上 这个说法 是可以的 是这个可以的 这个 这个 但是这个 克格尔 就认为 这样讲 这个国家 理念本身 这个 将它这个普遍化 类化 变成很多不同的国家 国家 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就不是一个道德关系 一个自然关系 这个 所以这个 克格尔就觉得 康德所讲的 永久和平论 就不够真实了 这个 因为他讲 那些国家 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讲不到一个 道德关系 只是讲到一个 自然关系 这样 这个 所以他觉得 康德这个 人类的 理念 讲到好像很和平 但是 都是无力的 无力的 这个 这个 国家的存亡 由世界精神决定 这个 所以这个问题 这个 克格尔对 康德 有个质疑 在里面 有个质疑 在里面 所以这里 克格尔 为什么会这样 质疑 这个 康德的说法 呢 克格尔有他的理由 这个 克格尔的理由 是什么呢 克格尔就是说 这个 他觉得 人的 自我 内在 具有一个普遍的 道德理性 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 本质上的一个 道德自我 这个道德自我呢 是可以 这个 形而上帝 通到上帝那里 而且 亦通到其他 一切人那里 那里 也就是说 每个人有个 内在的道德自我 这个道德理性 这个道德理性 就是一个内在的 道德自我 这个道德自我 可以通到上帝 通到其他人 这个 虽然呢 每个人都有这个道德自我 但是这些内容 最初呢 都是不自觉的 人有道德自我的内容 是不自觉的 这个 人最初 那个心灵精神活动 或者理性表现 这个 和这个 经验的自我 经验的自我 特殊的经验的自我 或者容望自我 这个呢 是这个 不离开的 互相不分离 这个 是不离开的 这种不离开的情况 不止是一个事实 但是不止是一个事实 但是不止是一个事实 黑格尔来说呢 这个本身呢 就 普遍和特殊 应该是有一个 统一的原理的 所以这个 实际上 一个具体的个人 总是会在 某一个国家里面的 总是会在某一个社会里面 或者在某一个自然环境底下 或者是一个特殊的环境 或者是一个特殊的经验 成为一个 有一个自然欲望的 一个具体的个人 好了 这样呢 同时这个人呢 亦都有一个 精神心灵的活动 这个人亦都可以表现出理性 这些理性 亦都可以客观化 成为一些活动 令到原本一切 不自觉的内容 将它变成自觉 这样呢 就变成 只可以由一个 现实特殊的道路而前进了 这样呢 我们这个 就将它变成一个 实现成为一个 特殊的道路了 这个 在个人里面 属于这个普遍理性的部分 和属于特殊经验 欲望的部分 在最初阶段实际上是一起进行的 一起进行的 人总是一个特殊环境 一个特殊的 个体特殊的经验里面 来表现出它的普遍理性 这个实际上是一起进行的 在最初阶段 这个 在这个 个人不断前进的历程里面 这个特殊经验的部分 就会逐渐被超化 会被客观化 而普遍理性的部分 就会越来越充分地表现出来 即是说 最初就这两个部分是一起的 这个 但是在这个不断的前进的过程里面 特殊经验的部分 慢慢会变得普遍化 这个客观化 普遍理性的部分 就会越来越表现得多 所以这个个人前进的历程 就是这样的 首先就是肯定个人的权利 肯定个人的幸福 跟着就是肯定一个人自主的道德生活 跟着再大一点就是肯定这个家庭 国家社会这些伦理的生活 即是说最初的个人经验 是比较小的 肯定的是个人的权利 个人的幸福 那么慢慢我们就会 这个个人特殊的经验 慢慢客观化 而普遍那部分就会越来越 扩张 越来越充分表现 所以就开始肯定的范围 就越来越大了 这个最初肯定个人权利 个人的幸福 跟着就是个人的道德生活 跟着就是个家庭 跟着就是社会 国家的伦理生活 这种发展的过程 就是由特殊的经验欲望 将人由一些特殊的经验欲望 然后经过超化 经过客观化 表现成为一个普遍的理性 这样就变成为普遍性 表现出他自己 克格尔就是将这个道德生活 和伦理生活 劃分为两个阶段 两个阶段 在这个自觉的道德意识阶段 个人自我的客观化 可以用康德的方式说 即是说他将这个历程 人如何由特殊经验的个人 慢慢变成客观普遍化的表现 这个历程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就是属于肯定自主道德生活 肯定道德生活 肯定道德自我的阶段 接着第二个阶段 就是所谓国家社会 伦理生活的部分 刚刚讲到的就是 这个第一个阶段 先讲第一个阶段 讲自觉的道德意识的阶段 这个阶段 是属于个人自我的客观化 这个阶段 是可以用康德的方式说的 这个阶段 黑格尔其实同意康德的方式 这个 康德自觉到我的主体自我 然后由这个主体自我 根据理性而普遍化 然后知道 原来一切人都有这个 所有人都有这个主体自我 于是就形成一个普遍的人类平等的理念 这个康德的说法是可以的 但是 康德这个超越的人类理念 就并不是落实的 并不是一个现实的具体的个体 它是一个普遍人类平等的理念 这个理念 并不是一个落实的 或者现实的具体个体 这个 即是说这个人类理念 仍然只是在这个所谓主观自觉之中 而并未曾在客观化实践出来 只是在一个内在的道德意识里面 未曾真的在社会上 形成一个这样 那么普遍平等的人类的具体群体 还未有 这个 好了 如果我们要将这个人类平等的理念 加以实践 我们要将这个理念实践出来 这样 怎样呢 这个内在的道德意识 就一定要将它转化成为伦理生活 才可以成为实践的 这个 即是我们一定要将这个理念 它不只是停留在这个理念里面 它要实践出来变成具体的话 我们就要在这个内在的道德意识里面 将它转化成为伦理生活 伦理生活就具体了 选择成伦理生活 就能够变成一个具体的实践 具体的存在 这个 好了 如果要成为实践的伦理生活 我们真的要做出这样的伦理生活出来的话 就一定要有个人精神 参加一些客观化的组织 即我们的个人精神 就一定要在一个客观化的组织里面 才可以实践到这样的伦理生活 例如一个家庭里面 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个人精神在家庭里面 一个家庭 一个单位里面有一个伦理的生活 这个 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 我们就将我们的道德意识的理念实践出来 这样就变成一个家庭的伦理生活 再扩大一些社会 再扩大一些社会 再扩大一些国家 这个家庭、社会、国家 这些就是一些超越于个人的有机组织 这些组织 这些组织 就是超越个人的 这样 在这个超越个人的组织里面 个人的精神 就能够在这个组织里面 互相维系 互相维系 由这个组织里面 那个伦理生活 形成一个所谓客观精神的实体 这个客观精神的表现 就成为一个实体 这个 即是等于一个家庭的实体 有一个客观精神的表现 这个客观精神的表现 这个家庭也是一个实体 个人精神 就一定要在这个 所谓客观精神的实体里面 才可以令到这个 所谓内在的道德精神 得到乐实 得到现实化 具体化 客观化 即是这个个人精神 如果你只是停留在内在的 道德自我 道德意识里面 未曾能够将它客观化 将它变成一个 具体的客观的存在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通过这个 家庭 社会 国家 就将这个精神 客观化 实体化 现实化 将它变成一个 这个 这个 在这个 组织里面 这个实体里面 表现出来 一个客观精神的实体 所以个人精神呢 由个人精神那里开始讲 这个 个人呢 一定是要 爱他的家庭 一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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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维持 他那个社会的秩序 那个人呢 要忠于他的国家 这样呢 才能够将这个 一个客观精神的实体 表现出来 所以这个 个人理性 上的必然 亦都是经验上面的实现 就是由这里讲呢 这个原本呢 是个个人精神内在 道德上面的一个必然 或者道德上面的当然 这样呢 这个 接着呢 你要将它变成一个 经验上面的实现 那因为这个 个人精神呢 一定要在这个 客观精神里面 才可以得到落实 如果不是呢 这个人类 所谓人类平等的意识 个人道德意识 就变得 空虚无力了 就是克格尔在这里 批评康德 就是他说到这个 个人精神 那个平等意识 道德意识 说到 但是这个呢 克格尔觉得 他说不到他 客观精神 落实的时候呢 就好像有些 空虚无力了 这个 所以 这个 人 有这个 是会有这个 抽象的 普遍的 一个理性的 平等道德意识 这个人是会有 但是如果没有了具体 现实 特殊的媒介 那这些这样的 普遍 平等 理性的 道德意识呢 我们是实践不到出来的 我们一定通过某一个 具体的特殊的媒介 来把它 实践出来 所以这个 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战争 个人呢 是没有办法 由这个抽象的平等观念 你住在两个国家以外 要静观两个国家战争 这样呢 这个 你是实践不到的 这个 实践不到的 就是这个 你固然 个人 你可以有一些 平等道德的意识 但是这个 两个国家打仗 那你呢 是不是就是这个 在两个国家打仗之外 你都很客观冷静地 在这儿观战 就是实践了这个 平等的道德意识呢 这样 这样其实就 不是的 因为黑格尔的说法 正正就是 我们是要 在一个具体的 现实的特殊的媒介 来实践出来的 这个 所以呢 是一定要 投身下去 他自己身处的 组织 譬如 国家 这个 一个客观精神的实体 里面 去参与战争 黑格尔 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参与这个战争 这样才叫做 能够将这个 你所说的 那些 平等道德意识 真正的实践出来 在具体里面实践出来 不过这个 黑格尔的说法 他说到最高 都是说到这个国家 即是说 这个客观精神实体 说到最高 都是说到国家 你投身去到最大的 一个精神实体 都是去到国家 但是 国家和国家之上 没有一个更高的组织 来做制裁 所以这个 要处理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战争 就变得 变得 这个 有些 无力 就算是所谓 国际条约本身 都是很抽象的 一些 道理 一些 理念 没有弱速力 国家和国家的表现 在自然关系 所以这个 国家和国家的竞争 基本上 不是一种道德关系 是一种自然关系 这个 这个 国家和国家的那种战争 没有什么道疑精神 因为他根本就再没有一个高级的 再高级一点的来裁决他 谁对谁不对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 国家和国家的战争 在原则上面 是不能够跟着的 一定会有战争 在战争的时候 一个特殊的国家 就一定要将他自己的 存亡 兴随交托在历史命运里面 等历史来裁决 这个历史命运的裁决 才是世界精神的法庭 所以克格尔的说法 到最后 这个国家之上 是不能再裁决的了 只有等历史命运的裁决 等历史命运的裁决 所以到最后 这个才是世界精神 所以一个特殊的国家 他无论这个轻衰 轻亡 都只有在这个 这个所谓世界精神 那个裁决之前 才有一个普遍的价值和意义 所以克格尔的说法 他觉得战争是没有法 只能跟着的 一个特殊的国家 面对战争 总会有战争 一定会面对战争 这个特殊的国家是无常 这个 这个现象本身 就形成一个所谓 这个叫做世界精神 即是所谓这个 历史命运的裁决 这个 一定要等待这个 历史命运的裁决 所以这个国家和战争 本身就是人类历史 悠久的一个 元素 本身就是一个元素 人类的历史里面 一定有这个战争 所以这个在克格尔之前 都提过 克格尔讲战争的时候 都讲过 克格尔觉得战争是有意义的 在历史的脈絡里面 历史的脈絡里面 这个战争是有意义的 这个 所以这个克格尔 就由这个康德的理性主义 推到最后 就是由 康德的理性主义开始 再推出去 这个 来到去讲 这个 这个客观精神 但是 克格尔说到最后 就得到的结论 就是令到康德的永久和评论 变成没有一个客观的保障 即是他的说法一直推出去 变成没有客观的保障 克格尔的永久和评论 变成只是一个理念 没有一个客观的保障 那么克格尔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呢 这个 这样 唐君毅先生 他就认为 这个 就是 克格尔这个说法 是有他的理由 这个 即是不可以说克格尔错 因为康德所说的永久和评论 就确实是一个未曾能够落实的理想 在康德的说法里面 这个只是一个理想 他说不到如何去落实 这个是如何去具体化 人类平等观念 那个康德的人类平等的观念 都是很抽象的 不是一个真正落实 具体的一个实践 如果真的要落实的话 真的只可以在一个人的伦理生活里面去落实 在家庭 社会 国家的责任里面 将这个道德意识客观化 才为之落实 这个说法是对的 克格尔这个方向也是对的 所以我们人如果要落实伦理生活 在国家和国家战争的时候 那你没有办法的 你要落实伦理生活的话 你在国家的战争里面 你只有对国家尽忠 你投身在你的国家里面 参与国家的战争 保家为国 将你的个人命运 放在国家命运里面 这样就会落实了 就会具体实践出来了 所以如果你要避开这个战争 你要逃避这个战争的话 变成是很不对的 是不应该的 如果用这种说法来说 就是很不应该的 国家和国家的战争 国家和个人的命运 都是一个不可测的命运 这个 决定胜败 不是我们人力所能控制的 要靠天意的 这个 到底如何 这个战争的命运是如何呢 其实真的很难说 看看历史也要知道 这个 多么强大的军队 都有这个战败的一天 那么我们是没有法 只可以决定这个战败 还是战胜 要等天意 那么在这个 国家里面的人呢 他要做的呢 就是为了国家的存亡而战 他尽力去做 是这样的 这个 但是最后决定 到底是性还是负呢 最后都是靠天意 尽力尽力尽去做 尽力尽去做 做好他 跟着呢 就交给这个天意 去决定这个命运 这个 这样呢 这一种呢 就是这个领导者和这个士兵的一种 最高的感情 这个 他的感情就是这样 这个 最后就唯有是交给这个天 这个 所以在这种感情里面 人的自我呢 一定要是随时准备承担死亡 预备随时战死沙场 这个 这样呢 所以在这种感情呢 是要能够超越生死 是能够超越生死才行 这个 这种感情也可以证明 精神生命自身是悠久 就是由这种感情 由这种呢 将个 即是人呢 尽力去做 跟着将个命运交给天意 这种感情里面呢 人呢 是能够承担死亡 超越生死 在这样的精神 这样的感情里面呢 这种精神生命呢 本身就是由咎 因为它超越生死 这个 本身是可以做到由咎 所以 战争对人的一个自然生命的毁灭 反而呢 成就了这个人的精神生命的悠久 这样 这样 所以呢 在这个角度来看呢 战争呢 就不一定呢 只得残酷 也有它有意义的一面 这个就是所谓的黑格尔所说的战争都有意义的 这个 所以从这里的角度来看呢 不可以说黑格尔全错了 不可以说黑格尔全部所说的都是错的 这样不行 黑格尔在这里的说法呢 是有它的道理的 这个 所以呢 对黑格尔来说呢 如果要批评它呢 其实呢 我们应该是先承认它说得对 然后呢 再看看它 能不能够在理论上面 再推进一步 这样 这样才可以批评它 我们先要承认它对 先要承认它有些地方是对的 有它的道理的 这样才 然后呢 然后呢 再推进一步才好批评 所以不要一开始就来 就说它说错 这个不接受 这样 我们先 看它说了有道理的部分 所以我们现在先承认它这个方法是有道理的 说得对的 我们承认黑格尔对康德的批评是对的 是对的 接着呢 再看看这个 黑格尔它所说的问题在哪里 因为它仍然都处理不了这个 这个和平的问题 之前说过 因为它的处理方式是说战争有意义 不需要处理和平的问题 那么黑格尔的问题在哪里呢 那我们下次呢 就会继续跟大家再讨论一下 这个黑格尔哲学的思维是如何 今天讲到这里 很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